这个整个呼吸系列 其实是想让整个我们人造的这种人造物 带有一种生命的这种机能 那主要这个想法的来源是说 我们制造了这些人造物之后 我们就对它只是使用 就从来没有关注到我们和它之间的关系 或者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作品拥有了和人一样的 或者跟生命一样的这种胜利机能之后 那么人就会改变他对这个事情的认识 他就还开始要动自己的情感 和他站在一个角度上去讨论一些问题 我们选王玉洋主要是因为我们是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中国的实验艺术家 他作品有挺多系列 比如说月亮系列 或者一张画系列 我觉得他作品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 他就在我们平常生活的物体里面 他总会探索挑战到一种新的理念 这是2001年的作品 说这个作品跟这次幻想过的 那个苏武一家是同一系列的作品 这个也是实际上就说 我去这个磁带场去定制一批磁带 定制一批磁带 当这个磁带被生产的时候 我开始录音 那么这磁带分磁本 一直就变成这个磁带 然后把这个磁带制作的整个的过程的声音 再导回到这盘磁带上 那么这盘磁带就用了自己 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一个自书的过程 对于这个艺术家呢 我觉得他对于材料的使用 他对于技术的掌控非常的纯熟 然后他进行了非常多的探索 在很多情况下面 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艺术家 他对于作品的一些认知和生产 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 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那么王玉阳就是这一类的艺术家 从从王玉阳的作品 我们来看中国当代艺术 发展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我们通常对中国当代的艺术 来符号化的东西比较多 那么现在有一批年轻的艺术家 他们在作品中 他们注重了比较个人的思考 With artists like that you really think actually what's so interesting about what's happening or what's been happening with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s that it is so much richer and so much more varied and diverse than we had originally realized here is that the whole thing is there's no way China but they only come out to think about everything even if there is no way or what's happening and would you go to